好我们刚看到知名甜甜圈店呢 现在告别南部了 跟高雄说再见 博士上在高雄呢 有一家连锁素食店呢 它在中北部都没有 但是呢在高雄却是呢 非常的夯 尤其呢在整个南部地区 是占有相当大的市场 它是属于呢 中西合并的创意套餐 这个热销产品呢 像是呢有这个呢 炸鸡也好 或者是有面线跟 就等于是说呢 有中西式的这样的美食 让您来做选择 你没有听错 这间素食店内的热销产品 不是汉堡也不是炸鸡 而是这一碗香味十足的面线跟 来到素食店吃汉堡搭配薯条 已经不稀奇 在南部就是要吃这一味面线跟 吃不惯瘾还有香酥米糕条 可供选择通通都是 南部好滋味 满满一桌的台式小吃 热腾腾的面线跟鸡肉跟 广东粥还有地瓜薯条 以及现炸的米糕条 打破民众既定观念 素食全是西式餐点的印象 在台北吃不到这种东西 就是可能会觉得很新鲜吧 就是想说下来南部玩的话 一定要吃一趟单单 才真的叫做有下过南部 中西合并的好滋味 就连中北部的民众也闻香而来 实际比较以下 三间民众耳熟能详的素食店 这间只在南部设有分店的连锁汉堡店 光是套餐就有12种选择超多 最特别的就是两间连锁素食店 提供的都是纯西式的餐点 中西合并的创意成了南部消费者的最爱 你就比较便宜啊 一样的价钱来这边吃的比较薄 中西合在一起这样 就新搭配了 新尝试 这间中西合并的素食店 生意一点也不输大型连锁店 开店至今已经29年了 因为价格较低在素食业中杀出一条血路 光是在南部就有43间分店 中北部则是一间都没有 要尝试这样特别的冲突美味 只有南部才吃得到 中西新闻蔡仲勋 张欣宇 高雄报导 明镜需要转发辂法 明镜需要点栏目 谢谢大家